望线,梦里花开,不知过了多久,魏无线缓缓睁开了眼睛,望着周围怨气冲天,脚下是一句句枯骨,还未缓过神来,便被扑过来的走狮在胸膛划了一下,他只能堪堪护住丹田处的伤口不被划开,绕是如此,在不断躲避的过程中,伤口还是裂开了。 流出来的鲜血是走狮们的最爱,魏无线静还有时间思考自嘲,喃喃到了一句乌漏偏逢连夜雨,不知是不是魏无线运气不好,温潮把他扔下来的地方,正好是乱葬岗的中心处,怨气最为浓重,望着那些源源不断向他扑来的走狮和妄想夺取他这幅身体的怨魂,就算他这么乐观的人也陷入了深深的绝望,就要死在这里了吗? 魏无线无力地朝着外围跑去,还没跑几步,便被一个怨魂追了上去,一缕怨气扼住了他的喉咙,紧接着便有几具走失扑了上去,他的耳边充斥着许多声音,这么好看的小狼君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呢? 别挣扎了,你不会有机会的,把你的身体交给我吧,我帮你报仇,魏无线的脑子里想了好多,最后想的却是在云深不知处求学时的那一个晚上,在屋顶上,一双琉璃色的眸子,紧紧盯着他,洒下的月光,衬得那人像哲仙一般,真是个小古板啊! 不知不觉间,一滴泪水夺框而出,划过他的脸庞,也许魏无线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最后叫了一声拦战 啊!魏无线终究还是没能忍住,那声痛呼,怎么压也压不住,随后他湿了气力晕了过去,自然也没有意识到,刚刚那一瞬间他散发出的气息震退了周围那些东西 不知过了多久,他醒了过来,身上的伤口也都消失不见,只有身上那一身破破烂烂的黑袍显出来他经历了多么痛苦的事情 原来他的父亲是神兽白泽,他的父母也不是死在了叶列中,而是因为功德飞升 在飞升时,把他的记忆和血脉封去,也是对年幼的他的一种保护 白泽是祥瑞之象征,是令人逢凶化吉的吉祥之寿 白泽亦能说人话,通万物之情,小天下万物壮貌 还以为以后得当个废人了呢?魏无线说了一句 他刚刚因为生命危险,才破了封印,还不太能收敛自己的气息 周围的凶师厉鬼都离他远远的,尤其是刚刚伤害了他的 生怕他一生气,就灭了自己 魏无线看着稀奇,又散发出一点威压 这下周围的东西都给他跪了下去 他不禁赴匪着,这么怕我呀 魏无线没有立刻出去,而是选择在乱葬岗修炼 三个月后,他终于能自由控制自己的能力 在临走之前,折了一根院竹,做了竹笛,作为媒介操控厉鬼 免得他们太害怕自己 而那根笛字被他取了陈情的名字 他一出来,便去找了江城 刚到营帐附近,便听到几个新收的弟子在那里议论 哎,今天宗主心情好像又不好 是呗,大小杰让他找魏公子,宗主特别不耐烦 你说他让我们去找,我们也不认识啊,估计站在我们面前都不认识 大小杰也不是完全真心的吧 听说魏公子天资聪颖,修为高 他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魏公子能帮江宗主吧 哎,都说魏公子被江老宗主带若亲子 我看不是那么回事 魏公子在江家的地位可是连家仆都不如 余夫人天天对他非打即骂 连婢女都比魏公子地位高 余夫人还辱其父母 我看魏公子也真是可怜啊 我听说是魏公子害了江家满门是怎么回事啊 我告诉你们啊,都别说出去 我表弟当时就是在江家当家仆的 当时他恰好听到 是因为于夫人不休口得 打了温家来时 最后才被灭了门的 温家一开始只想见监察了的 啊,是这样啊 我就说魏公子怎么可能引起温家的注意 最近兰二公子一直跟着我们支援 好像很着急魏公子 是啊,他每次打完仗都会问灵寻找魏公子 魏无羡听着这些话如坠冰枯 他脸的气息摇摇晃晃地向外走去 原本他想着告诉江城和师姐他的身份 肯定能帮助江家重建 怎么会这样 他走到了外面的街上 并未注意路 撞到了迎面走来的白衣公子 对不起,我没看到 魏英 魏无羡这才注意到 他撞上的不是别人 而是刚刚买东西回来的蓝忘机 白泽能通晓过去与未来之事 魏无羡突然就想看看蓝忘机的未来 他盯着蓝忘机的眼睛 脑海中突然涌现的信息 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 他看到的是蓝忘机为了救他打伤长辈 被罚戒鞭的样子 蓝战 魏无羡这一生包含了太多的情感 委屈 不敢置信 还有愧疚 他直接扑到蓝忘机的怀里 眼泪浸湿了蓝忘机胸前的布料 蓝忘机身体一僵 却没有推开怀里的那人 他不知道那人经历了什么 刚才那人走在路上 看起来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脸色也不是很好 想必这三个月 他吃了不少苦 蓝忘机第一次看到魏无羡这个样子 他印象中的少年 像个小太阳一般温暖着周围的人 俊美的面旁总是带着笑的 他不知如何安慰少年 只能轻声问道 怎么了 魏英 少年从他的怀里退出一些 抬起头 睫毛上还坠着泪珠 令人心生怜爱 少年带着哭腔的声音 冲击着蓝忘机的耳膜 蓝湛 江城他们 是不是从来没有把我当成一家人 蓝忘机不知如何回答 魏无羡在江家的生活 他也听说过 只是魏无羡把所有情感都埋在心里 露出来的永远都是一副笑脸 一副笑想 令所有人都忽视了 他的心也会痛 蓝忘机犹豫了好久 还是轻轻还住少年 无声地安慰着他 魏无羡 江城的声音传来 江城刚刚出来 便看到二人在街上抱在一起 这些时间他心里积压的负面情绪 全部爆发出来 魏无羡悄悄抹去泪水 看着江城 他原本以为二人相见的时候 应该很高兴 却没想到江城的脸色 黑得像锅底一样 眼中是不加掩饰的不耐烦 甚至还有恨意 魏无羡鬼使神 拆地看了江城的未来 结果看到的 赫然是乱葬岗上他的好师弟 带头围剿了他 魏无羡 还不滚过来 不知道兰二公子 有多讨厌你吗 魏无羡由于刚才的画面不知所措 而兰忘姬听了江城的话 却是皱起了眉头 江宗主 我并不讨厌魏英 江城被兰忘姬下了好大一个面子 心中更是不愤 他看着魏无羡在兰忘姬的身旁 低垂着眼眸 不分青红皂白地朝魏无羡甩甩了一鞭子 这一边少说 也用了七分灵力 纵然魏无羡是神兽白责 可他刚从乱葬岗出来 便受到了不少的打击 如今是身心俱疲 这一击他是否抵挡都会受伤 他只能赌 赌江城还是把他当成兄弟的 不会真的抽他 可江城并未收回子殿 眼看着一边到了眼前 他略微绝望地闭上眼睛 可预想中的疼痛并未到来 蓝忘姬眼疾手快地抽出必尘挡了这一击 蓝忘姬还想说些什么 被魏无羡拽了一下衣袖 蓝湛 我累了 先回去吧 蓝忘姬知道 魏无羡不想和江城闹得太过 眼下的情形 也不能让魏无羡回到江家 最后 蓝忘姬决定 把人带回自己的营帐 好好找个医师给他看看 好 魏无羡刚刚迈出一步 便眼前一黑 晕倒在了蓝忘姬的怀里 魏英 蓝忘姬连忙向前一步 把人搂在怀里 不在管一旁的江城 带着人静止离开 而江城想到 如今江家没有实力 便想把魏无羡留下来 大不了让阿姐给他煮碗汤 于是江城开了口 蓝二公子 魏无羡是我江家人 李英送回我江家 不劳蓝二公子费心了 江城此话一出 连蓝忘姬看他的眼神 都带上了些鄙夷 直接掠过江城 把人带回自己的营帐 竟是一句话 都不愿与他多说 徒留江城一个人在原地叫嚣 到了蓝家营帐 蓝忘姬把人安置好后 去找了蓝西辰 蓝西辰看到来人后 一副很诧异的样子 他这个弟弟很少找他 看来这次是有什么要紧的事了 忘姬有什么事吗 兄长麻烦你去看看魏英 魏公子回来了 为何不去找江宗主 蓝忘姬抬手在营帐外部了个结界 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告诉了蓝西辰 蓝西辰一听便明白了 最近的传闻他也听说过一些 想必是魏无羡回去的时候 听到了什么 当务之急是先去看看他的身体 一连消失三个月 应该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蓝西辰看着自己弟弟焦急的样子 开口安抚道 先去看看魏公子吧 蓝西辰抬手把脉 随后便皱起了眉头 不敢相信似的又用灵气探测了一遍 蓝忘姬看着蓝西辰的样子 心中更是焦急 兄长魏英他怎么样 蓝西辰轻叹了口气 终于确定下来 魏公子他体内没有金丹 没有金丹 蓝忘姬不敢相信地后退了一步 怎会 等魏公子醒来再问问吧 他身体亏空的厉害 体内还有不少暗伤 像是常年被仙气所伤 须得好好调养 不过话说回来 魏公子身体出了这样的问题 江家怎会不知 兄弟二人想了想 突然明白了 更是为魏无羡感到不值 罢了 我去找医师那里给魏公子取些药 魏公子的伤 还是不要让太多人知道了 有劳兄长 过了两个时辰 魏无羡方才转醒 发现营帐内甚为简洁 看起来不像江家的 倒像是 蓝家的 魏无羡想到这里 连忙摇了摇头 试图把这个想法从大脑里甩出去 还唾弃了自己一番 想什么呢 蓝湛怎么会把自己带回来 不过接下来的事情 让魏无羡大跌眼镜 蓝忘姬走了进来 手里还拿着一个石盒 魏英 可还有不适 那语气里要腻出来的温柔 无法让人忽视 魏无羡听得腿软 心里想着 蓝湛这语气真是 我一个大男人听了都腿软 要是个女的早就对他轻心了 他正在那里发呆 蓝忘姬便走了过来 坐在榻上 怎么了 啊 没事没事 我就是在想你怎么把我带回来了 蓝忘姬听了这话脸瞬间黑了不止一个度魏无羡的白泽血脉觉醒后 对人的情绪感知特别敏感 他不敢置信地看着蓝忘姬 蓝湛这是怎么了 我没说什么吧 糟了 他不会以为我嫌弃他吧 一定是这样 魏无羡又想到了蓝忘姬为了他受罚的画面 更加笃定这个想法 蓝湛就我一个朋友 肯定害怕我嫌弃他 那个蓝湛啊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就是好奇 我还是很喜欢你这个朋友的 蓝忘姬听了这话更加郁闷了 果然魏英只是把我当朋友的吗 他勉强压下心中的苦闷 吃点东西吗 好啊 二人下了他走到桌前 蓝忘姬打开石盒 令魏无羡惊讶的是 虽然还是清淡的菜 不过竟然不是那种草根树皮 蓝忘姬看着魏无羡 半天没有冻块 以为他不喜欢吃 便对他说到你现在身体不遗食了 嗯 今天小古板怎么这么关心我 被夺射了吗 不对 谁敢夺蓝二公子的射啊 我这一天都在想些什么 魏无羡加起一口菜 迎面便对上了蓝忘姬 有些紧张 还有些期待的目光 他把菜放进嘴里 微微睁大了眼睛 虽然没有辣 不过挺好吃的嘛 蓝湛 你这菜哪买的 挺好吃的呀 蓝忘姬微不可查地松了口气 食不语 魏无羡心里默默翻了个白眼 你不告诉我 以为我就不知道了吗 魏无羡看了蓝忘姬一眼 脑中出现的画面 震得魏无羡差点拿不住筷子 蓝湛 这菜是你做的呀 嗯 蓝忘姬装作一副冷静的样子 可是耳垂触红的机遇低血 这个细节自然被魏无羡尽收眼底 魏无羡哈哈大笑蓝湛你害羞 竟然是红耳朵 哈哈哈哈哈哈 魏英 魏无羡看着蓝忘姬的脸色 马上就要恼羞成怒了 他毫不怀疑如果他再嘲笑下去 蓝忘姬下一秒就能拿剑把他砍了 他拼命咬住嘴唇 憋得脸通红 愣是没有再露出一点笑声 这时蓝湿沉来了营帐 忘姬 我可以进去吗 兄长 进来吧 魏公子醒了 身体可有不适 多谢则无君关心 魏某无事 蓝湿沉把手里提着的药包放在桌上 魏公子 你身体亏空甚大 暗伤较多 应是受伤后没有及时医治的缘故 蓝湿沉没有说是常年被仙气所伤 而这些伤是怎么来的 魏无羡心之肚明 于夫人总是抽他子电 自是会留下暗伤 江家也没有人要为他医治 不过是一味地对他说 刀子嘴豆腐心罢了 多谢 蓝湿沉看着魏无羡的样子 也不好说什么 原本想问的话到了嘴边 也被他咽了下去 魏公子这几日便先在旺姬这里住下吧 江宗主那边不必担心 魏无羡也不知道如何面对江城 其实他的晕倒 不仅仅是因为生气 他的父母在他晕倒期间入了梦 告知了他他的父亲不是家仆 江丰眠能站稳全靠他的父母鼎力相助 其实他不过是贪恋那一点温暖罢了 可如今得知江家养育他并不是恩情 反倒是可以算江家报父母的恩 金丹他也剖给江城了 也许他从来都没有融入过江家 以后便两不相欠吧 这时门外弟子来报 宗主 江宗主有事找您 蓝旺姬略带担忧地看了魏无羡一眼 魏英 魏无羡此刻也不知道如何去面对江城 蓝西辰看出了他的为难便说道 旺姬 你先在这里陪魏公子 我去看看就好 没想到 江城却是气急了一半 不管什么场合 也不管什么教养 听说魏无羡和蓝西辰都在蓝旺姬这里 直接来了营帐外面 魏无羡 你是我江家的人 这么攀上高知了 就不回来了 真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 我娘说得对 你不过是个卑贱的家仆之子 江城越说越难听 纵然像蓝氏双臂这么好的教养 也无法忽视 蓝旺姬看着魏无羡愈发苍白的脸色 心像是被针扎了似的 泛起密密麻麻的疼痛 这些年魏英究竟是怎么过来的 泽无君 我出去看看吧 三人出了营帐 外面已经围了好些人 虽然蓝家人都不会干出与人是非的事情 但是像江城这样的人 他们也是第一次见 遑论他还是宗主 竟如此没有教养 随意口出恶言 还是在别人家的地盘上 真是令人大开眼界 江宗主这是怎么了 跑到我蓝家营帐处骂人 这是不把我们蓝家放在眼里 还是觉得我蓝家不如你云梦江市 你随意便可欺辱啊 蓝锡尘真是气急了 你跑到我弟弟的营帐门口 骂我弟弟的心上人 真是犹如宗主风范 江城听了这话也反应过来 如今江家根本没有几个人投奔 就算是云梦江市顶峰时 也不敢和姑苏蓝氏叫嚣 他又把这笔账记在了魏无羡头上 要不是魏无羡我怎么会丢了这么大的面子 蓝宗主说笑了 我是来找魏无羡的 说罢他狠狠地瞪了魏无羡一眼 可魏无羡却不想从前那般哄着他 像是没看见一般 一句话也没有说 江城看了他的样子 更是生气 直接就想拿着子殿 把人绑回去 可子殿还未到魏无羡身前 便被蓝忘机挡了回去 江宗主 蓝二公子真是好教养 三番两次地阻我教训这个家仆之子 魏无羡终于忍不住开了口 骂他也就罢了 竟然还把怒火牵到蓝湛身上 江城 你够了 魏无羡 你竟然还向着外人 你别忘了是谁害的江家灭门 要不是你在温家得罪温潮 莲花物会被灭门吗 蓝忘机金子轩 他们死就死了 你掺和什么 江宗主 不知我弟弟和金公子 何处得罪了你 竟让江宗主这般记恨 江家灭门原因 西尘也有所耳闻 是你母亲不休口德 打了温家来时所致 再者 按形式来看我蓝家被烧了藏书阁 聂家的聂老宗主 也被温若寒所害 轮到你云梦江市 不是理所应当吗 蓝西尘都要被江城的 脑回路气笑了 自己的弟弟 被人说死就死了 人谁都不会忍得下去 江宗主此言差矣啊 不知魏兄何德何能让温若寒 亲自下令 灭了云梦江市啊 聂某听说 一开始温家未想动手 不过是见个监察了 至于夫人 怎么就忍不了呢 怀桑还想问问江宗主 云梦江市怎么说 也是四大家族之一 温家区区几千人 怎么就能让云梦江市 仅存你和魏兄 还有在眉山于世的江姑娘呢 聂怀桑说完 便往聂明觉身后一朵 魏无羡是他少数认定的朋友之一 而且他在云梦地界的产业 都是那几家大茶楼酒馆什么的 可以说 江家大多数事情 他都一清二楚 他都替魏无羡感到不值 碰上这么一家人 像个吸血鬼一样 抓着你不放 真是令人作呕 江城被这两人说得恼羞成怒 兰西晨他不敢动手 可聂怀桑修为低 他直接骂了聂怀桑 聂二公子不知死者为大吗 我娘已经去世了 你又知道些什么 我将家养了他那么多年 要不是我们他早就饿死在外面了 聂怀桑躲在聂明觉身后 嘀咕着江宗主也知道死者为大 于夫人天天辱骂魏兄的父母 也没看你说死者为大呀 还有江老宗主说找故人之子 云梦离一灵那么近还找了五年 谁知道是为什么 魏兄就算没被找到 我看也饿不死 流浪了五年都没事 没道理大了就会饿死吧 聂怀桑虽说说话声音不大 但是在这里的都是修士 听得清清楚楚 江城的脸黑得能滴水 又把矛头转向魏无限 魏无限 好啊 从今天起你不再是我云梦将士的人 你被逐出家族了 抓紧自费修为滚出去 魏无限听了心下一寒 不过转念一想 也许他从来没有融入过那一家去吧 他自嘲般地勾起嘴角 连泽无君和聂兄都看得清楚 也就我这么傻了吧 江宗主 自费修为就不必了 魏某早就没有修为了 魏无限此话一出 众人均是惊讶不已 魏无限你瞎说什么 没有修为你骗谁呢 魏英所说的是 我与兄长均可作证 不错 江宗主 莫要多做纠缠了 至于你如我弟弟之事 战争期间 我不会做什么 不过结束之后 还请江宗主 给我姑苏兰氏一个说法 我姑苏兰氏 绝不会善罢甘休 江城被人下了这么大一个面子 连忙灰溜溜地走了 不过一想魏无限以后 就是个废人了 他的心情也没那么差了 哼 魏无限 你终究是比不过我的 大哥这次来我这里可有要事 聂明爵看了周围那么多人 不好说出来 西沉 进去说吧 而魏无限看了看聂明爵的坝下 上面缠绕着一股怨气 便走到聂怀桑身边悄悄问道 聂兄 你大哥的刀是怎么回事啊 怨气很重哎 聂怀桑诧异地看着魏无限 他家刀灵 只有少数人知道 更没有人能紧看刀 便看出来问题的 今日来此也是为了此事 他想到大哥最近愈发暴躁的刀灵 便壮着胆子 跟魏无限说了这件事 魏兄 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啊 要是以前的魏无限自是没有办法的 可他现在操控怨气一如反掌 他自豪地拍了拍胸脯 放心聂兄 包在我身上 而一旁的蓝忘机 看着他们两个人在一起说悄悄话 心下不爽 紧紧盯着聂怀桑 聂怀桑不由地打了一个冷战 回头却什么都没看到 魏兄 你冷不冷啊 几人去了蓝溪尘的营帐 聂明爵与魏无限不熟 便想与蓝溪尘说 让人回避一下 聂怀桑却偷偷溜到聂明爵身边 大哥 魏兄 能帮咱们解决刀灵 聂明爵反手一个 暴力 打在聂怀桑的头上 自家的秘密 是随便说的吗 然后他又看着魏无限 他不是没有修为吗 年纪这么小 真的行吗 魏无限看到聂明爵怀疑的眼神 也能理解他 他开口说到聂宗主 还请把刀借魏某看看 聂明爵还是把刀给了魏无限 抱着一种死马荡火马医的心理 接下来的事情令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魏无限把手放在坝下上 手心处散发着柔和的光芒 不过一刻中 原本暴躁的刀灵便被安抚下来 魏无限把刀交还给了聂明爵 聂宗主不必担忧 日后刀灵绝不会暴动 聂明爵感受着手上的佩刀 不仅变得平和 而且比以前更加厉害 他站起身来给魏无限行了一礼 多谢魏公子相助 日后若有事情 聂某定当全力以赴 聂宗主客气了 聂兄是我兄弟 刚才还替我说话 魏某还要感谢聂兄呢 而蓝旺基和蓝西辰也很诧异 他们知道魏无限体内没有金丹 可刚才发生的事情也是真的 令人摸不着头脑 蓝旺基还担忧着魏无限的身体 魏英 你可有事 放心吧蓝湛 我没事的 魏无限朝蓝旺基微微一笑 这一抹笑容像温暖的阳光一般 直直照进蓝旺基的心里 蓝旺基愣愣地看着他 蓝西辰无奈地看着他俩的互动 倾咳一声 魏公子 你的修为是 魏无限早就知道 会有人问这个问题 他想着日后要上战场 若是仍有修为 难免有人会说他是邪魔外道 江城也会揪着他不放 最重要的是 他不想骗蓝旺基 望着他那双眼睛 魏无限就恨不得把什么都告诉他 实不相瞒 我乃是白泽血脉 白泽 白泽血脉不是 已经消失了吗 众人对这个事实震惊不已 早在几百年前 白泽就已经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没想到 如今还能看到白泽血脉 那为何之前不知魏公子的血脉 这个说来话长 我父母其实并非在夜裂中丧生 而是功德圆满后飞生了 在他们飞生之前 封了我的记忆和血脉 想来是因为我那时还小 怕被人利用吧 那个封印 只有在我生死攸关之时才会解开 而前段时间 我被温潮扔进了乱葬岗 那时我已经失去修为 毫无反抗之力 最后便苏醒了血脉 没想到魏无羡这三个月 竟是在乱葬岗 众人倒吸了一口气 魏英 你为何会失去修为 其实蓝旺基和蓝西辰二人早有猜测 听闻莲花雾灭门后 江城被抓走过 被化去了金丹 可如今他的修为比之前更加强劲 恐怕 蓝湛 你和泽吾君不是已经猜到了吗 就是那样 一旁的聂明觉听得一头雾水 聂怀桑则是若有所思 云梦那边传来的消息 难道 爱 若真是这样 那江宗主还真是一言难尽 此事有许多蛛丝马迹可寻 稍稍想想便会明白 可这江婉吟一味地把自家战力往外推 毫无容忍之谅 看来这云梦将是气数已尽啊 魏英 疼吗 蓝旺基的猜想得到确认 他的心像是被揪起来一样疼 声音都在颤抖 聂怀桑和蓝西辰 也用一种心疼的眼神 看着魏无羡 心里对江婉吟更是不屑 魏无羡听到蓝旺基的话 心里一惊 眼眶瑟瑟的 多久了 多久没有人问过自己这句话了 魏无羡吸了吸鼻子 把泪水逼了回去 可原本逞强的话 却怎么也说不出 他也会疼 那时他也是一个普通人啊 聂明觉从聂怀桑那里得到了真相 对魏无羡刮目相看 没想到一个十几岁的少年 能有如此心性 将自己的前途拱手送人 魏小兄弟若是不嫌弃聂某 就叫聂某一声大哥 聂某以后定把你当作亲弟弟一样照顾 大哥 魏无羡没想到聂明觉会说出这番话 蓝旺基也走到他的身边 默默安抚着他 他原本已经千疮百孔的心 慢慢地被他们修复好 原来还有人愿意对自己好 他久违地露出了一个真挚的笑容 蓝西辰也对魏无羡说道 无羡若是不嫌弃 便来我蓝家吧 蓝家定不会亏待你 聂明觉也抛出了橄榄枝 无羡解决了我们家的问题 相当于我聂家的恩人 无羡可来我聂家 到时你就是我聂家父宗主 魏无羡看着两边 突然很是为难 这 他顶着两边炽热的目光 纠结不已 如今蓝家和聂家都是顶好的去处 更何况到了战场上 他的身份迟早会暴露 到时候要面对的算计定是源源不断的 甚至可能会连累家族 聂明觉和蓝西辰知道他的想法 两人商量好后便说 无羡不必担忧 虽然没有这个先例 但无羡身份特殊 孔树大招风 不如一同加入两个家族 聂氏和蓝氏一起也不会有什么事情 这事我和大哥也都同意 那既然如此 魏某就确知不公了 几人相视一笑 随后在聂怀桑的推动下 传出了许多云梦江世 对魏无羡不好的传言 各种画本层出不穷 比如说 论故人之子和死事之间的纠葛 论某大家族的灭门真相论死者为大 这些画本一出 原本就人丁稀少的云梦江世 更是几乎全部退出家族 江城在江雁黎的劝慰下 最后决定去把魏无羡找回来 没想到 又传出几个令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的消息 魏无羡与聂明爵结议 魏无羡对聂家有大恩 成为聂家父宗主 魏无羡成为蓝家首席克卿 这些消息一出 魏无羡瞬间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许多人都在议论 魏无羡为何能得到两大家族的垂青 还有不少人对江城嗤之以鼻 把这么好的一个人才拱手让人 又过了几天 魏无羡的名声达到了顶峰 原因是魏无羡在战场上一马当先 在战场上以一人之力将温朝所带领的队伍全部击溃 随后聂家由聂明爵带领的队伍赶到 在魏无羡的配合下 温氏来人无意生还 当场斩杀温朝和温竹流 温家见聂家不好对付 转而把火力转到蓝家 温旭带队攻打蓝家驻地 没想到魏无羡依旧出现在战场上 温旭的结局比温朝还惨 据有关人员所说 温旭被魏无羡斩杀后 又被魏无羡砍下了腿 许多人不知原因 而蓝熙尘和蓝旺基 却是知道为何 尤其是蓝旺基 得知消息时 蓝旺基还被蓝熙尘打去了一番 而只能和其他小家族一起攻打 被温家打得节节败退的江城 得知这些消息后更是不爽 日日拿紫电抽打门生 最后在江城的请求下 他带着江燕离去了狼牙 准备把魏无羡重新招揽回来 他得意地想 聂家和蓝家 肯定只是为了他这个战力 他的待遇肯定不好 不过是挂个名头罢了 到时给他点甜头 他肯定会回心转意 他越想越得意 连忙带着江燕离去了狼牙 此次狼牙之战 是由金家的金子轩 和蓝家的蓝旺基 魏无羡带队 聂家则由聂明爵带领 帮助其他小家族反击 江城姐弟二人到了之后 江燕离去了后厨帮忙 每次他都单独给江城 魏无羡和金子轩 单独做一碗莲藕排骨汤 金子轩对此事毫不知情 而江燕离去给魏无羡送汤时 却是失了好大一个面子 阿县 我听阿诚说 现在战场上你吃得不好 我便给你做了些汤 可江燕离掀开营帐的那一刻 却被震惊住了 蓝旺基正陪着魏无羡吃饭 桌上的菜很是丰盛 均是按照魏无羡的口味所做 只有一两道清淡的小菜 摆在蓝旺基面前 江姑娘 不必麻烦了 我吃得很好 蓝家也对我很好 魏无羡说得没错 每次和蓝家在一起时 蓝旺基都对他百般照顾 他每日膳食更是蓝旺基亲手所做 据蓝家后厨人员说 当他们在厨房看到他们不食人煎烟火的蓝二公子时 吓得差点晕过去 而且还有人看到蓝旺基给魏无羡买酒 众人纷纷感叹 魏公子和蓝二公子的关系真好 阿县 你知道的 阿诚他不过是刀子嘴豆腐心 他没有恶意的 现在他一个人很难很累 你就回来帮帮他吧 江姑娘 江宗主在魏英归来后三番两次动手 更是他把魏英逐出家族 蓝旺基都要被这一家人的神奇思维给气笑了 江燕离听了这话 脸色也十分难看 阿县 江姑娘请回吧 还有阿县就不必再叫了 我不是江家人 啊 魏公子 你就看在我们一起长大的面子上帮帮阿诚吧 阿诚他现在真的很累 江燕离神色交集 眼睫上垂着泪珠 哭得梨花带雨 弄得好像魏无羡欺负他了一样 刚才魏无羡和蓝旺基为了江燕离的名声 把人请到了营帐外面 而江燕离这么一闹 周围的人越来越多 江城问讯赶来 看到这一幕不分青红皂白的就骂道 魏无羡 你敢欺负阿姐 魏无羡和江城一起长大 从来都没有觉得他这么不可理喻 他之前还天真的以为江燕离对他是真的好 他和江城也一直会是兄弟 没想到竟是闹到了这个地步 魏无羡摇了摇头 是江姑娘说 江宗主说 我在战场上吃得不好 过来给我送汤 又让我回去帮你江宗主 魏无羡反击道 不知江宗主又从何得知 我在兰家待遇不好呢 我在兰家时 一切事情都有兰战替我打点 在聂家时 怀桑和聂大哥也是对我百般照顾 江宗主认为我过得不好 周围人开始对江城和江燕离指指点点 你说魏公子在江家被人百般欺辱 待遇连家仆都不如 这江宗主竟然还认为魏公子离了江家 待遇会不好 我听说 韩光君跟魏公子关系甚度 对魏公子那是有求必应啊 是啊 上次在战场上魏公子把温旭的腿砍下来 就是因为之前温旭打断了韩光君的腿 聂家对副宗主那也是没得说 给魏副宗主的待遇和聂宗主和聂二公子是一样的呀 比江家不知道好了多少倍 我估计啊 这江宗主是自己无能 又听说了魏公子的战绩 想要拿点好处 把人收买回去 给他卖命呢 你说这江宗主和江姑娘 拿着一碗汤 就想把人收买了 真是想得美 还有那江姑娘 哭给谁看呢 弄得像魏公子欺负他了一样 我可知道啊 魏公子刚才一直好好地和他说话 绝对没有什么不当的举动 江家姐弟听着周围人的议论 被人指指点点 心里很是不好受 江城更是怒不可遏 他突然想起了什么 想要挽回自己的面子 魏无限 当初你不是说你没有修为吗 那你是如何在战场上杀敌的 邪魔外道 江宗主 你可知道你体内的金丹 就是为公子剖给你的 蓝锡尘听说 江城和江雁离 正在望线二人那里闹 连忙赶了过来 刚到这里 就听到江城针对魏无限的话 怒不可遏 他们之前私下里 便与魏无限商量过 江城若是不提此事 这件事 他们也就不会说 可若是提及 那也别怪他们 不给这位江宗主留面子 你说谎 我的金丹是抱山散人给我修复的 哼 江宗主 你不是不知道 你只是不敢相信而已 你需要一个人能发泄你心中的怒火 你选择性地遗忘了无限对你的好 把所有莫须有的事情都栽赃在无限身上 退一步讲 就算是抱山散人给你修复的 你可还记得你借用的是谁的身份 不可能 不可能 江城站在原地喃喃自语 未无限 你可知道 我的金丹 是因为你失去的 你把金丹剖给我是应该的 是你欠我的 对 是你欠我的 江城 若你当初不执意跑回云梦 又怎么会失去金丹 若是直接去眉善 现在江家的情况 也不会是这样 你为了我失去金丹 我很感谢你 但是我欠了你的 也都还完了 日后不要再找我了 还完了 魏无限你吃了我们家多少米啊 说还完就还完了 蓝西尘和蓝忘机看着江城 只觉得这人是疯魔了 一味地把错推给别人 一副自己都对的样子 蓝忘机冷哼一声 江宗主 是你把魏英逐出家族的 蓝忘机一句话 把江城打回现实 是啊 不都是自己做的吗 蓝西尘又接着说道 无限在江家的花销 蓝家几日后全数奉还 还请江宗主好自为之 莫要多做纠缠 突然 魏无限拉了拉蓝忘机的衣袖 蓝战 蓝忘机连忙伸手扶住身边的人 魏英 怎么了 魏无限刚想让蓝忘机把他扶回营帐 便变回了白泽的原身 魏无限只能尽量把自己缩成一团 把头埋进了蓝忘机的怀里 闷闷的声音传来 这几日消耗过大了 我有点控制不住 对不起 蓝忘机看着怀里一脸委屈的小白泽 轻轻地抚摸了 一下他蓬松说白毛 手心处传来的触感痒痒的 蓝忘机又多摸了几下 带着几分无奈又宠溺的语气问道 可有不是 小白泽把头抬起来 微微摇了摇头 魏无限不知道 自己现在的样子有多么可爱 周围的人也都被这一幕震惊了 终于有人反应过来 喊道 这 这是神兽白泽呀 是啊 还请韩光君让我等见识一下 众人眼里是掩不住的贪婪 纷纷想着怎么把白泽弄到自己家 登上百家之手 蓝忘机看着他们赤裸裸的目光 对他们很是厌恶 又看了看怀里的小白泽 没想到魏无限听到这些话 冲着他们张牙舞爪的 不要 我才不要让你们碰我 说完就埋进蓝忘机的怀里 不出来了 众人见魏无限这个样子 也不好再说些什么 毕竟他们也不能逼迫神兽啊 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蓝忘机的怀里 蓝熙辰伸手扶额 这个弟弟还是扔了吧 诸位 既然无限不愿意让别人碰他 那就算了吧 蓝熙辰此话一出 他们也不好再说些什么 只好兴兴地回了自己的营帐 而江城的脸色更是难看 心里也逐渐后悔起来 不过更多的是对魏无限的怨恨 狠狠地瞪了魏无限一眼 然后转身离去 见人都走后 蓝熙辰按捺住自己蠢蠢欲动的手 小心翼翼地问道 我可以摸一下吗 话还未说完 便收到了蓝忘机的目光 蓝熙辰顶着自己弟弟的目光 摸了一下魏无限的毛 满意地潇洒离去 心里还吐槽着自己的弟弟 蓝熙辰 这么多年的感情终究是错付了 刚从战场上下来 沾染了一身血腥的聂明诀 收到了蓝熙辰的来信 信中说道 魏无限由于自身消耗过大化为白泽原身 有不少人都看到了魏无限的原身 聂明诀给蓝熙辰回了一封信 大意是谁要是动他弟弟 他就砍死那个人 弄得蓝熙辰哭笑不得 魏无限是白泽血脉的事情 很快便传开了 现在大街小巷都在议论这件事 平常百姓只知道白泽现实 而那些修士则是得知了当日发生的所有事情 对江城这种做死的行为嗤之以鼻 哎 你听说了吗 魏公子是白泽血脉 听说了 要我说浙江宗主也真是蠢 把这等神兽拱手让人 要是我肯定把人当祖宗供起来 浙江宗主可不这么想 人家还把神兽当自家家仆呢 想要拿一碗汤就把人收买了 他把人当成傻子吗 那聂兰兰家给魏公子的待遇 比江家不知好了多少倍 谁会为了一碗汤回去 为了你做那吃力不讨好的事啊 我告诉你们啊 昨天我就在现场 亲眼看到了白泽 这名修士提起此事一脸骄傲 随后又可惜地摇了摇头 哎 只可惜那神兽只与寒光君亲近 那这次兰家可真是得到宝了呀 聂怀桑德之此事后下了大力气打点舆论 暂时没有传出对魏无羡不利的消息 他看着手上刚才密探传来的密报 换来了暗卫 好好照顾照顾金宗主 而此刻正处于话题中心的两个人 正在营帐中大眼瞪小眼 小白泽眼巴巴地盯着蓝忘机 尾巴也讨好似地缠了上去 模样像受了多大委屈似的 软软地唤了一声 蓝战 这一声叫得千回百转 蓝忘机的耳朵 煞时间变得通红 目光躲闪 不敢看着魏无羡的眼睛 却仍是坚持着 不行 必须喝药 小白泽的爪子 攀着蓝忘机的衣袖 眼中蒙上了一层水雾 胆怯地看着那碗散发出阵阵苦味的药 又盯了蓝忘机半天 发现蓝忘机是铁了心地让他喝药 委屈地撇了撇嘴 扒着药碗 伸出小舌舔了一口 瞬间整张小脸都扭曲了 蓝忘机看着好笑 把药味给了小白泽 对你身体好 而后又掏出一个蜜件放在手心 小白泽看到蜜件 眼睛都发着光 连忙叼走了蜜件 扑到蓝忘机的怀里 蓝忘机看着魏无羡对自己的依赖和信任 心里酸酸胀胀的 又伸手顺了顺小白泽身上的毛 小白泽的喉间 响起了被摸舒服的声音 把自己往蓝忘机的手里送 在他的怀里寻了个舒服的位置 蓝忘机看着魏无羡这一系列的动作 轻笑一声 魏无羡被这抹冰雪消失般的笑容迷住了眼 一瞬间愣住了 待反应过来 他已经亲上了蓝忘机的嘴角 蓝忘机当即愣在那里 整个人都变得僵硬了 当小白泽反应过来的时候 脸色爆红 熬的一声 把自己埋进了旁边的被褥里 心里想着我这是在干什么 美色雾人 美色雾人啊 蓝湛不会把我砍了吧 蓝忘机看着魏无羡的反应 下定了决心 把小白泽从被褥中包了出来 强迫他看着自己 完了完了 蓝湛不会真的生气了吧 小命休矣啊 魏无羡盯着蓝忘机 等待着最后的审判 魏英 蓝忘机深吸一口气 我心悦你 魏无羡想着 完了 蓝湛果然要砍了我 我要不要 什么 他心悦我 我听错了 蓝忘机看着魏无羡半天没有说话 心情渐渐低落下来 他果然还是对自己无意的吗 魏英 对不起 若你不喜 我会离你远些 蓝忘机艰难地吐出了这几个字 魏无羡看着蓝忘机的样子 自己也想明白了 为什么自己只想被他摸 为什么自己和他待在一起就会欢喜 蓝湛 我只是没反应过来 我不知道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样子的 魏无羡咽了咽唾沫 但是我只想和你一直在一起 和你在一起我就高兴得不行 只想让你一个人摸我 我想我应该也是喜欢你的 蓝忘机瞪大了双眼 把小白则一把埋进了胸口 魏无羡听着蓝忘机越来越快的心跳 轻笑一声 二哥哥 魏无羡坏心眼地把尾巴缠在了蓝忘机的腰间 一双翅膀把反抱住蓝忘机 两个人周围散发着暧昧的气氛 这时蓝熙沉的声音不合时宜地响起 忘机 无羡 我可以进来吗 蓝熙沉进入营帐 发现自己弟弟浑身都散发着不开心的情绪 不明所以 而魏无羡却明白怎么回事 悄悄贴着蓝忘机的耳边 二哥哥别生气啊 等你兄长走了 你想怎么抱就怎么抱 想怎么亲就怎么亲 献献整个人都是你的 蓝熙沉看着蓝忘机慢慢红了耳阔 但人却很开心 不由地想到 忘机和无羡关系真好 随后他开口说道 温若寒传来消息 要求暂时停战 开清谈会 蓝熙沉看了魏无羡一眼 商议白则血脉 蓝忘机将魏无羡搂在怀里 表达着一个信息 魏英是我的 魏无羡把爪子扒在蓝忘机的胳膊上 则无君不要担心 温若寒打不过我的 他要是想强强 我就拆了他不夜天 蓝忘机听了魏无羡的话 有些哭笑不得 轻轻点了点小白则的眉心 称怪道 胡闹 虽说是怪他胡闹 可蓝忘机话里却满是宠溺 眼里温柔似水 小白则调皮地拱了 拱他线长的手指 朝他吐了吐小舌 知道了 一旁的蓝熙沉 看着两个人的相处 不知道为什么 总觉得自己有点多余 还有点发亮 蓝熙沉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 不过话也带到了 蓝熙沉觉得 两个人的气氛 自己也融不进去 第无数次地吐槽完自己弟弟之后 离开了营帐 不夜天 骑山的不夜天 不同于蓝陵金灵台的金光闪闪 而是一种低调的奢华 乍一看没什么 可仔细地分辨后 就会发现 所有的东西用的都是上好的材料 魏无羡窝在蓝忘机的怀里 小声嘀咕了一句 有钱 蓝忘机觉得好笑 安抚着小白则 我的钱就是你的 此次各家稍微有点名气的都被请到了不夜天 这一路蓝忘机成为了焦点 被人用或嫉妒或贪婪的目光盯得紧紧的 可蓝忘机散发着一种生人物尽的气息 冷冰冰的 愣是没有一个人赶上前搭话 一路上维持着这种微妙的气氛 倒也是相安无事 蓝忘机带着小白则坐到了蓝家的地方 刚一落座便收到了江城恶狠狠的目光 蓝忘机并不去管他 只是又把小白则往怀里带了带 江城发觉蓝忘机无视他 刚想发作却因为这是在不夜天而安分下来 过了一刻中温若寒出现在了首座 身边站着的不是别人 正是齐皇胜首温情 众人感到好奇 这温家是没人了 怎么找了一个女子出来跟着温若寒 而未无限好奇地打量着温情 看到她的过去大惊 这人竟是个大功德之人 蓝忘机看着小白则紧紧盯着温情 吃醋得紧 又不好明说 只得把小白则紧紧锁在怀里 魏无限被这突然增大的力道惊叨 蓝湛 你要勒死我了 可嗨嗨 小白则不敢大声说话 只能用一对翅膀拍打蓝忘机的胳膊 蓝忘机恍若未闻 面上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 突然魏无限像想到什么似的 蓝湛 你不会是吃醋了吧 蓝忘机猝不及防地 被心上人戳破了小心思 耳尖红的机遇低血 小白则发现蓝忘机的变化 刚要开口再说 却被蓝忘机堵住了嘴 嗯嗯无 这时温若寒说道 本座此次赵各位前来 是为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我温家已经被我清洗一番 无论客亲还是长老 都不例外 大家可以看看桌子上的小册子 日后我齐山温室少宗主为温情 所有家族在战前受到的欺压我温室 均会赔偿 众人翻开那本册子 上面事无巨细 谁干了什么事 做出了什么惩罚 均有记录 轻者罚俸禄降为家仆 众者罚借鞭逐出家族 在座的人均是摸不着头脑 只有魏无限 悄悄地给蓝忘机 普及他看到的东西 蓝湛 温若涵突破原因之后 亏得天机 所以肃清家族 准备停战 果然 温若涵接着说道 本座希望摄日之争就此停止 从现在起 云梦江氏和蓝灵金氏 从五大家族除名 百家由温聂兰三家治理 温若涵此话一出 下面议论纷纷 金光扇豁然站起 温宗主这是什么意思 温若涵不屑地打亮了他一眼 听说此次摄日之争金家四处求援 本座以为是金家能力 不足以为于五大家族之列 温若涵愿应尽的威压 瞬间朝下面的人压去 魏无限连忙照住了聂兰两家 而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被温若涵的威压弄得狼狈不堪 温若涵满意地收回威压 谁还有异议 众人不敢再说什么 心里想着 这温若涵不愧是当事第一人啊 修为如此高强 又极度地看着聂兰两家 刚才魏无限对他们的保护众人 都看在眼里 尤其是江城 气得眼睛都红了 在心里骂着 你这个白眼狼 护着外人 却忘了自己的主人 温若涵接着说道 这第二件事呢 就是为了出世的白泽血脉 所有人把目光都投在了兰家 准确地说是蓝忘机身上 魏无限翻了个白眼 从蓝忘机的怀里 跳到桌子上 朝着温若涵说道 温宗主 你还是省省吧 别想把主意打到我身上 温若涵盯着魏无限 突然强大的威压 朝魏无限一人压去 魏无限不屑地撇了撇嘴 把蓝忘机护住后 直接反过来压制住了温若涵 温宗主 你要是打我的主意 我不保证会做出来什么 魏无限未现出真正的原身 就是为了能窝在蓝忘机怀里 现在这幅样子配上恶狠狠的话 当真是 毫无杀伤力 魏无限好像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又不想丢了面子 愤怒地又加了一成威压 蓝希尘觉得差不多了 朝蓝忘机递了个眼色 无限 不得无礼 一会儿伤到温宗主怎么办 蓝希尘这话说的 差点把温若涵气得一口血喷出来 温若涵在心里付费着 现在的年轻人 一点都不懂得尊老爱幼 蓝忘机也把乃兄乃兄的小白泽抱了回来 毫无诚意地给温若涵道了个歉 温若涵突然哈哈大笑 魏无限一脸茫然 完了 温若涵让我们气傻了 温若涵接着说道 不愧是藏色的儿子 和你娘一样 魏无限听到温若涵所说 激动不已 温宗主 你认识我父母 温若涵想到 当年那个精彩艳艳的女子 脸上也是怀念 突然不知道想到什么事的 脸黑了一个肚 当年你娘拉着魏长泽那个木头 经常把我摁在地上打 经常找我切磋 你娘还在云深不知处求学的时候 就很活泼 把云深不知处闹得鸡飞狗跳的 当时也有不少男修倾心于她 她倒是一眼 看中了你爹那根木头 还说什么有趣 魏无限听着温若涵 告知她的事情 红了眼眶 江峰年从来没告诉过她这些 魏无限默默想着 我就知道 我父母一定是一对神仙眷侣 罢了 我这里还有一些你娘当年 在不夜天用过的东西 一会儿让人给你送过去吧 温若涵想着 反正讨好这只白泽 肯定是有用的 至少 至少不会被欺负 温若涵抽了抽嘴角 是风日下啊 多谢温宗主 温若涵随后又抛出橄榄枝 你可愿意来我温家做大长老 魏无限诧异地看着温若涵 又求助地看向蓝忘机 温若涵敏锐地发现 这两人关系不对 蓝家小子 你都和他关系这么好了 不至于连这时都不愿意松口吧 好歹我温家也不差 不能让你们聂兰两家独占这上股神兽啊 蓝锡尘和聂明绝对视一眼 若是不答应 聂兰两家恐怕是数大招锋 如果魏无限答应此事 不仅能使三家关系牢固 以后也免得别人乱嚼舌根 蓝锡尘便开口说道 温宗主说的是 只要无限同意 我和大哥自然是没有意见的 魏无限突然觉得 他们好像把自己卖了 转念一想 人家刚刚给我有关我父母的东西 好像拒绝了也不太好 便同意了这件事 大不了把事全丢给别人 也是一样的 突然还在后面苦兮兮地 被温若寒强行镇压干活的梦瑶 打了个喷嚏 心里生起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温若寒见魏无限松了口 今天的目的已经达成 心情愉快地回去闭关了 温情朝温若寒翻了个白眼 引着各家宗主去了大厅 各位 午膳已经准备好 请随我来 魏无限听了温若寒的话 整个人兴致不高 捏捏地被蓝望鸡圈在怀里 若是他之前 还对江家有点侥幸心理 如今温若寒的话 就是磨灭了他最后一点希望 原来阿爹阿娘 早就暗生情愫 并不是像于夫人所说的那样 他阿娘跟江丰眠半点关系也无 甚至跟温若寒的关系 都要比跟他的关系要好 若不是他阿爹在江家 阿娘根本不会和江家扯上关系 不过是于夫人自己逼婚得不到江丰眠的爱 就把什么都一股脑的强加在世事都强于他的 藏色散人身上 什么兄弟 不过是为了扶持自己家族编造的拙劣的谎言 阿爹帮你们平定家族 保住你江丰眠的宗主之位 你却连一个职位都不舍得 甚至还任你妻子辱二人身后名 曾经的温柔体贴 如今在魏无羡看来便是刺骨的寒冷 而于子渊竟对一个小孩子动辄打骂 不允许其为自己父母辩解 毫无容人之谅 为了他那点可怜的自尊心 把什么都归咎于一个孩子身上 倒是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 是啊 人家宗主前脚刚走你就把人家家族给弄没了 可真是一份大礼 至于他曾经认为最好的师姐 就算对他有那么几分真心 恐怕在他亲弟弟面前也不值一提吧 每次只会告诉他什么刀子嘴豆腐心 捧着一碗汤便想把他拴得死死的 浴室只会哭哭啼啼的 说到底不过是一个最普通不过的女子 而他那弟弟 哼 不必再提 蓝忘机看着魏无羡对什么都兴致缺缺的样子 轻轻地顺着他的毛 柔身安抚道 都过去了 是啊 如今他已经与江家毫无干系了 如今的三大家族都对他礼让有加 他还有蓝锡尘和聂明爵两个哥哥 有聂怀桑这样的最好的朋友 还有一个全世界最好的道理 小白泽两只短短的爪子紧紧抱住他的脖子收起了自己的力爪 巴基一口亲在了蓝忘机的薄唇上蓝忘机把小白泽脸上不知何时流下的泪水逝去 用灵力烘干了那几撮黏在一起的毛 对小白泽刚才的举动虽是震惊 却也由着他去了 揉了揉他的头 无奈又宠溺地叹了一句 胡闹 众人跟着温情来到待客厅 发现桌子上早已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佳肴 还细心地按照各个家族的口味准备了特色菜式 看起来就让人食欲大震 不知道温家如何得知魏无羡的口味 在蓝忘机的桌旁专门设置了一桌 桌上满是辣菜 红红火火的一片 旁人看着都要退避三摄 魏无羡则是一扫刚才颓废的样子 扑到桌子上大块朵仪 时不时再舔上两口美酒 别提有多快活了 而蓝忘机则是一边细嚼慢咽 一边留神着魏无羡拿到菜用的较多 打算回去学习一下 又默默地在心里记上一笔 不可加太多辣椒 以免伤到胃 这时 一个身着一身金星雪浪袍的人 走到了蓝忘机和蓝西辰面前 蓝宗主 韩光君 在下敬你们一杯 此人便是金光善的侄子金子勋 平日里跟着金光善欺男霸女 声名狼藉 但碍于金家是大 无人敢提及此事 反倒是不少人贿赂他 进而贿赂到金光善 让自己家族好过一点 旁边一直专心于食物的小白泽 听到这句话猛地抬头 呛了一下 心中火冒三丈 这是哪个东西 敢逼我家二哥哥喝酒 你谁啊你 有钱了不起啊 蓝西辰刚要起身回绝 魏无羡就放出威压直逼金子勋 不要逼蓝湛和蓝大哥喝酒 魏无羡的声音像脆了寒冰一般 而蓝旺鸡则是为了小白泽 对自己明晃晃地维护而高兴 但是总有那么几个不实行事的 江城今天看到魏无羡出尽了风头 而自己落魄至此 心里本就憋着一口气 看到魏无羡的样子 马上回击道 魏长老好了不起啊 竟敢当众服了金公子的面子 也是 如今为长老风头正盛 自是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的 江城一句话说完 众人均用一种怜悯又鄙视的眼神瞅着他 而江城没有发现 以为他们都认同自己 更是挺直了腰板 蓝旺鸡更是生气 碧尘也出窍半分 魏无羡发现后 默默地把碧尘摁下去 轻飘飘地说了一句 我不过是个长老 比不得江宗主 众人听了魏无羡的话都笑了起来 谁不知道 如今云梦将是人丁稀少 江城那宗主 不过是空有个名头罢了 江城被魏无羡一句话气的脸色轻轻滋滋 好不精彩 半晌大声喊了一句 魏无羡 蓝旺鸡瞪了过去 手指微动 便给人下了禁言 锅躁 而站在他们面前的金子勋 被吓得大气不敢出 灰溜溜地逃回了金家作席 金光善瞪了一眼金子勋 没用的东西 让你去找他们不痛快 反倒是让他们给下了面子 金光善站起身来 蓝宗主 子勋他不懂事 但他不过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敬意 这位长老何至于此啊 魏无羡瞅都懒得瞅金光善一眼 金宗主 我也还小 不懂事 你多淡淡 金光善下一句话被魏无羡堵在嗓子里 说也不是 坐下又没了面子 魏无羡又接着说道 金宗主 不用一直站在那里表达歉意 我们接受了 您太客气了 金光善被魏无羡气的一口气没上来 差点没气过去 这时守卫上的温秦开了口 当初魏无羡也暗地里帮他不少 自家弟弟还和他交好 更何况 这群人一口一个长老 喊着却拒拒针对魏无羡 这不是不把他当回事吗 诸位 魏无羡乃是我温家大长老 你们如此做派 是欺负我温家无人吗 温秦一句话 把事情从私人恩怨上升到了家族恩怨 金光善冷汗都下来了 他原本以为温秦对温若寒的决定肯定不满 还想拉拢过来架空温家 如今看起来可不是这么回事 他现在也不敢得罪温家呀 温少宗主说笑了 蓝忘机冷眼看着这些虚伪的人 把一旁吃得肚子圆滚滚的小白泽 搂到怀里 为其擦去嘴上的油渍 不赞同地说到下次少吃些 伤胃 魏无羡讨好的蹭了蹭嘴边的手指 好了 二哥哥不气 下次我会注意的 要说蓝忘机 为什么这么看着魏无羡 还是因为 之前有一次他为这只不知节制的小白泽 做了一桌菜 他直接把一桌菜扫光填进了肚子里 后果就是 那天晚上吐了个昏天黑地 又被蓝忘机镇压喝了好几天药才缓过来 从此蓝忘机一直严格控制他的饮食 免得他下次再犯 一旁的众人 我为什么突然就饱了 还觉得自己有点亮 金光扇剑方才的话 被人全都轻飘飘地反击回来 脸气成了猪肝色 看到魏无羡如此依赖蓝忘机的样子 气得牙根痒痒 又想把魏无羡拉拢过来 接着说道 魏长老说笑了 我今家有一女子 早就倾慕于魏长老 与魏长老也是极为相配 正好魏长老也并未婚配 不如就将此女嫁给魏长老 也算是全了他一份痴心 金光扇化音未落 魏无羡的脸色就黑了 蓝忘机周围的冷气都要凝成实质 魏无羡从蓝忘机的壁弯中 跳到大殿中央 蓝大哥 聂大哥 无羡有一事相告 无羡与蓝战两情相悦 求大哥成全 蓝忘机也站起身来朝二人行了一礼 求聂宗主 兄长成全 众人听了这话 君大吃一惊 不少家族抱着肮脏龌龊的心思想二人 没想到这蓝家为了绑住白泽 竟然连着蓝二公子都能不要 这可是嫡系二公子啊 底下声音不一 有人祝福 有人冷嘲热讽 金光扇甜不知耻地接着说 魏长老 这阴阳调和才是正经的 你和韩光君两情相悦 那女子嫁于你做个妾室 自然也是心甘情愿的 魏无羡被这些人气得差点晕过去 丝毫不顾消耗过重 直接于大殿中化作原生 众人第一次见白泽原生 不少人直接被震得倒地不起 魏无羡不管那些人 全树微压朝金光扇压去 只一瞬间 金光扇就被压得吐了一口血 不少周围人也被波及 蓝旺基连忙走到魏无羡面前 虽然蓝旺基的身躯 与魏无羡相比 很是渺小 但是魏无羡依旧注意到了蓝旺基 连忙说了威压 蓝旺基轻轻抚摸着魏无羡低下来的头颅 不赞同地说道 魏英 你刚刚恢复一点 魏晋之意 就是不要为了这些不相干的人伤了自己 小白泽这才反应过来 还有谁有意见 众人都不想死在这里 连忙恭维道 韩光君和魏长老本就是天作之和呀 那是 二人感情甚笃 自是相配的 哪还有别人能配得上二人呢 魏无羡这才满意 化作之前的样子 蓝旺基把小白泽抱了起来 看着他有些虚弱的样子 给他输了不少灵力 下次不要这样了 魏无羡讨好的蹭了蹭宽厚的手掌 你难着 蓝湛 我好困啊 众人一脸震惊地看着刚才还很霸气的 白泽转眼间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更可怕的是 他们什么时候看过蓝旺基这个样子 蓝旺基竟然也会有这种表情 二人回了座位 蓝旺基轻轻抚摸着 睡吧 蓝旺基辰和聂明爵对视一眼 又看了看守卫上的温情 蓝旺基辰率先开口说道 无羡和旺基早就两情相悦 此事我们也是知道的 还请诸位不要以恶意揣测旁人 待无羡恢复好后 我们便会为二人举行大典 还请各位到时候前去观礼 刚才被为无羡那么一下 没有人再提出反对的声音 纷纷祝贺二人 而作为话题中心的两个人 丝毫不受影响 魏无羡早就在蓝旺基的臂弯里睡熟了 蓝旺基也默默地为其输送灵力 补充体内的消耗 这下不少人真的相信二人的感情 还有很多女修在心里默默流泪 这么好看又有实力的两个人 竟然内部消化了 又过了一会儿 蓝旺基朝蓝西沉行了一礼 兄长 我先带魏英回去 蓝西沉也应允了此事 回去吧 无限今日也累到了 一会儿再去找医师开几副药 这时温情开了口 蓝宗主 韩光君 如若不嫌弃 在下可为大长老诊治 我齐荒一脉 有对白泽的记载 可以给大长老开些药 蓝旺基自是知道 如今温情的医术算是数一数二的 而且 拨单的事情也是温情所做 便将温情请走为魏无羡枕枕脉 众人看见温情走后 三三两两的也离开了大殿 所有人都各怀心思 想着如何离间三家关系 而江婉淫看到魏无羡的生活越来越好 而他只能被众人嘲笑 恨得不行 又没有办法报复 只能忍下这口气 而金光善当众被人下了面子 也很不爽 他自是没有错过江婉淫的表情 心生一计 这边暗潮涌动 当事人却是丝毫不知 温情为魏无羡枕之后 自是比那些不太了解白泽之人准确得多 说话一针见血 韩光君 他刚恢复不久 消耗太多 只会适得其反 若是伤及根基 便不好办了 我给你开些药 切记一日三次 一定要灌下去 他内伤太多 最好让他好好养着 蓝忘机一阵后怕 多谢温少宗主 温宁听了自己姐姐的话 知道自己姐姐这么说 那一定是非常严重了 韩光君 你 你一定要听 我姐姐的话 我姐姐这么说 那时 是真的很严重 温情恨铁不成钢地 给了温宁一个暴力 那么害怕干什么 谁能吃了你不成 魏无羡被温情这一声怒吼给吓醒了 怎么了 温情没好气地看着他 当初告诉你等几天再走 这下好了 伤拳击到一起 你要不是白泽 估计就没两天可活了 回去抓紧吃药 要不然成亲的事 你想都别想 温情说着 还晾了晾手里的银针 魏无羡下的后退一步 连连作宝 没问题 没问题 你先把针收起来 蓝忘机无奈地看着小白泽 把他紧紧圈在怀里 莫要逞强 魏无羡知道蓝忘机说的是什么意思 不好意思地用翅膀搓了搓鼻头 这不是迫不得已吗 蓝忘机从温情那里拿了药单 开始了与魏无羡斗智斗勇的生活 今天蓝忘机不在他便把药悄悄倒掉 明天就假装喝药 然后趁蓝忘机不注意 一股脑的全吐出来 蓝忘机无可奈何 只能日日看着小白泽把药喝了进去 温情配的药虽说是苦的不行 但是效果没得说 再加上蓝忘机勒令他待在屋里养伤 不过几天小白泽的身体便好了不少 而金光扇和姜婉吟正在谋划一场阴谋 虽说蠢得不行 但也让温情和蓝忘机这些日作的调养功亏一篑 忘机金宗主要举办清坛会 蓝熙辰接到金光扇的信皱起了眉 金光扇要干什么 温家不是刚刚举办清坛会不到半年吗 蓝忘机抱紧怀里的小白泽 不知为何 他有一种感觉 这次有人要针对魏英 兄长 金家居心不良 蓝熙辰叹了口气 我知道 可如今温蓝聂三家关系甚毒 若是不去 恐怕会落下口舌 说我们仗是欺人 看不起他金家和其他家族 金灵台 魏无羡跟着蓝忘机 一路上探讨了许多 最后也没想出来个所以然 不知道金家要干什么 只能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 到了金灵台门口处 有人拦住了蓝忘机 韩光君 我们宗主有请 蓝忘机抱着小白泽 就要和那名门生离开 没想到那名门生故作犯男 竟然说道 韩光君 这 我们宗主只请了你一人 魏无羡从蓝忘机的怀里跳出来 指了指自己脖子上挂着的玉佩 意思很明显 想看看金光扇有什么花招 蓝忘机无奈 只得对他说 万事小心 魏无羡自己往金灵台上走去 突然一个侍女走到他面前 魏公子 少宗主在后花园等你 金子轩 他找我干嘛 我跟他不熟啊 魏无羡心下存疑 又不好拒绝 只得跟着那侍女走了 又在那侍女看不到的时候 朝玉佩注入了些许伶俐 蓝忘机那边收到消息 把玉佩从腰间取下 到了后花园 那侍女说道 魏公子 少宗主就在这里面 魏无羡到了谢 往里走去 魏无羡走了好长时间 依旧没有看到金子轩的身影 按道不好 连忙想要往外跑去 一回头 就看到江城和金子轩二人 领着一众门声 每人手里都牵着一条灵犬 魏无羡本就收敛着气息 这些狗自然不惧怕他 得了指令朝魏无羡跑去 魏无羡瞬间被吓得魂飞魄散 腿都软了下去 口中喃喃地喊着蓝忘机的名字 眼看就要被灵犬咬到 魏无羡突然变出原身 气压毫不收敛地压了过去 那些灵犬瞬间被震得匍匐在地 很快便死去了 不知为何 尸体却原地消失 而那些门声和江城金子轩二人 也被重伤 宗主 不好了 魏公子在后花园失控 江宗主和金公子 还有一众门声 均被重伤 金光扇快要掩饰不住自己的开心 强压下嘴角 其他人也议论纷纷 金光扇看到很多人都在表达对魏无羡的不满开了口 诸位 这位公子虽是上古神兽血脉 可是若是失控 我等也没有办法啊 不如把魏公子先行囚禁 待其可以自由控制 再行打算 金光扇示意自己的附属家族 姚宗主立马起身 金宗主所言即逝 在座的诸位 没有人能压制诸位公子啊 其他人也纷纷附和 打得不过是肮脏的心思 想着只要没有魏无羡 自家说不定能再上一层 而金光扇则想着 到时候把魏无羡扣在金灵台 还怕他不听话吗 温若寒和聂明诀脸色铁青 蓝西尘脸色也不好看 蓝忘机更是忧心魏无羡 如此定是出了什么事故 金光扇接着说道 温宗主 聂宗主 蓝宗主 还有韩光君 我们也是为了修真戒着想 若是魏公子失控 我们可怎么办啊 几位还要以大局为重啊 聂明诀当下就要提刀砍了金光扇 聂怀桑压下聂明诀 金宗主 不如我们先行查看一番 再做定夺 金光扇想着 查看又能如何 现在去 你们除了那些受伤的门生 还能看到什么 到时候 你们可就无话可说了 聂二公子所言极是 我等也不是是非不分之人 当下就要领着人朝后花园走去 且慢 蓝忘机开了口 拦下了众人 韩光君这是要干嘛呀 你可不能包庇魏公子啊 金光扇故作痛心 哼 这次你名声也别想要了 蓝忘机把手里攥着的玉佩 放到桌子上 注入灵力 方才从蓝忘机被引开 开始到魏无羡现在的样子 均被投放出来 金宗主 可否解释 金光扇大惊 没想到蓝忘机手里 有这种东西 这玉佩是魏无羡这些 时日无聊所做 只要二人往里注入灵力 不仅能感受到 对方的大体位置 还可以投放 从注入灵力开始的情况 如今被蓝忘机 拿出来做了证据 这 韩光君 你如何证明这是真的 这是无羡啊 金光扇连忙想撇清自己的关系 温若寒直接拍碎了面前的桌子 金光扇 我齐山温氏 还有清和涅氏 姑苏兰氏 与无羡交好之人均有此物 多次实验也未曾出错 更何况如此短的时间内 谁有心思骗你 涅明觉也怒不可遏 金光扇 你这个老匹夫 金光扇擦了擦汗 这都是子勋和江宗主所做 我不知啊 金宗主 忘机一进金林台 就以你的名义 被无故邀请 你此时说你不知 蓝希臣也想开口大骂 只可惜良好的教养时 他做不出这样的事 兄长 我去找魏英 蓝忘机知道 那个小白泽最怕狗了 现在肯定很难受 蓝希臣也知道自己弟弟的性子 金宗主 先带无限回来 再处理你谋害无限之事 蓝忘机不顾不可及行的规矩 恨不得直接遇见奔向那里 蓝忘机到了后花园 便看到小白泽已经变成小小的一团瑟瑟发抖 口中嘀咕着 别咬我 蓝忘机心疼得不行 连忙把人抱起 柔声安抚着 魏英 我在 没事了 魏无限紧紧扒着蓝忘机的衣襟 泪水浸湿了布料 蓝湛 我害怕 好半天 魏无限才缓过神来 蓝忘机把魏无限抱回了艳厅 整个人都散发着冷气 温情坐在温若寒旁边 看到魏无限这个样子 寒光君 我给他把脉检查 一下可好 温情用灵力在魏无限体内游走一遍 瞬间有了扎死金光扇的冲动 强按下自己的愤怒 这些十日的调养 怕是功亏一篑了 聂明爵听到温情所说 直接想抹了金光扇的脖子 最后还是温情一根银针 才让他冷静下来 蓝溪尘看着自己弟弟周围的冷气 都要凝成实质 金宗主 此事我姑苏兰氏 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我骑山温氏也是 金光扇现在只能想着 如何把事情推出去 这是将宗主说的 魏公子怕狗啊 而且是金字熏干的 跟我没关系啊 后来金光扇因为谋害上古神兽血脉 被逼下宗主之位 金字熏被蓝灵金氏推了出去 直接被聂明爵一刀砍死 此后过了不久 那些被他欺骗的女子 骑上金灵台 蓝灵金氏的人忙得焦头烂额 金字熏匆匆登上宗主之位 在金夫人的帮助下 堪堪稳住局势 蓝灵金氏也掉落到二流家族的行列 不久后金光扇又死于马上风 一时间蓝灵金氏成为柴鱼饭后的谈资 就连说书先生都赚了不少钱 而因为江城三方五次针对魏无限 最后三家决定打三十戒变 然后囚禁在不夜天的地牢 云梦江氏很快便被小家族分食 而江艳离也只得匆忙间撑起云梦江氏 但效果甚微 最后成为齐山温氏的附属家族 江婉淫不知道怎么 脑子里突然出现一段莫名的记忆 是魏无限没有被他逐出云梦江氏的结果 他一时间分不清楚现实 时不时地发疯 破口大骂 最后郁郁而终 在金陵台事件后又过了半年 在温情的调养下 魏无限的身体恢复了 这些年来积攒的内伤也好得七七八八 虽然被灌了一年多极苦的药汤 好在魏无限最后能够自由控制身形变化了 三大家族就聚在一起商量婚事 不行 必须在不夜天 我不夜天 比不敬事和云深不知处都奢华 温宗主 大哥 是无限到蓝嫁 虽说没有嫁娶一说 但也理应在我们云深不知处举行 无限是我们聂家父宗主 还对我们家有大恩 怎么能不再不敬事 这么看起来 温若寒的理由最是不足 最后敲定蓝忘机从云深不知处出发去不竟是阶位无限 待成亲后再去不夜天 温若寒无奈被镇压 只得答应了此事 你听说了吗 寒光君和成颖君要成亲了 是啊 那天我拿着请柬去了云深不知处 那场面 真是举世罕见啊 就是云深不知处 那么仙气缭绕的仙府也沾染上了烟火气 连寒光君那样的不染尘世的仙君气质 也变得柔和了不少 他牵着成颖君的时候 竟然笑了 虽然转瞬即逝 可是那是真的呀 我在不静时看到他们接亲 当时聂宗主和聂二公子 想趁机南位一下寒光君 结果被成颖君强行镇压了 哈哈哈哈 当时两个人的脸色真是一言难尽啊 哈哈哈哈 看来他们是真的很恩爱啊 而成亲时 在内听的人对二人结亲更是赞叹不已 二人三败里程的那一刻 降下功德金光 二人被金光笼罩 身边的人也得了不少好处 境界几乎都突破了 二人可是天道认定的道理 后来 此事被写成了画本 一开始还有人不信 但是当时目睹的人特意出来证实了那一点 望线二人的名声达到了顶点 一时间 寒光君和成颖君的名号 家喻户晓 二人结亲之后 便一直坚持着逢乱必出 无论事情大小 报酬是否丰厚 只要二人知道 都会前往帮忙 过了两年 齐山温氏三长老 温若寒亲传弟子孟瑶提出建立廖望台 望线二人鼎立支持 为廖望台提供不少法器 三大家族均同意此意见 虽然仙门百家 不想损害自身利益 但是三大家族联合推行 还有望线二人的压迫 最后各地均建了廖望台 百姓也不再敌视仙门 一时间形势大好 又过了三年 望线二人借未无限的白泽血脉 清理了乱葬岗 世间宁愿平衡 又多了不少鬼羞 却也是真心实意 为了百姓着想 有几个借机声势的 最后也不了了之 这天 云深不知处的后山处 降下雷杰 三大家族的人都聚集在此 紧张地看着雷杰忠心的二人 而望线二人 却丝毫不慌张 甚至还以秦敌相合 收获了无数个白眼 天雷虽是不强 却也披满了九九八十一道 众人均是捏了一把汗 然而二人身上厚厚的一层 功德金光为他们挡下了不少攻击 真正打在他们身上的力量 就像按摩一样 待雷杰结束后 二人对视一眼 踏上祥云 诸位 我们在天界等着你们 五十年后 蓝启仁在寿中正寝的那一刻 立地飞升 又过了三年 家主蓝西辰也飞升成神 一年后 聂家的宗主聂明爵和二公子聂怀桑 分别以武和文入道飞升 打破了众人对道的看法 随后 齐山温氏温若寒 温情 温宁也一并飞升 相熟之人又在神界相见 把酒言欢 阿县 我看看你这是找了哪家公子啊 你们这寒光君和成颖君的名号 天界都有所耳闻 杜雷杰都没见过那么大的功德 不愧是我儿子 阿娘 阿爹 在天界 几人又一次见到了当年经验修真界的齐女子 纷纷感叹着时光一时 所幸 江城和魏无羡的一念之差 分到扬镳之后 更改了原本的结局 有情之人在天界再次相聚 而他们的故事也流传下来 而江城和金光善 金子勋死后到了冥界 怨其戾气过重 并未入轮回 而是接受了审批 最后魂魄禁锢在地狱里受苦 几人时常能听说望线二人的故事 还亲眼所见了他们的幸福 飞升之后 江城还一直嚷嚷着 让魏无羡过去救他 大骂他忘恩负义 而比他先接受审批的于子渊 深以为然 最后二人背叛了辱神 彻底地消散于世界